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凯特不让见孙儿 强烈的不满一脉相承 早些年的媒体喊话 一度让人质疑 查尔西作为公共在婚礼上所说的话是真心的吗 实际上那只不过是婚礼明朝面的客套话而已 结婚前两年 公婆与儿媳是一派祥和 你来我往 既没有住在一起的两代人之间的代工 也没有任何矛盾与争吵 后来凯特怀孕让彼此的关系更为粘合紧密 作为公共的查尔西是喜上眉头 每次与孕猫凯特的同框都是虚寒问暖 有说有笑 公公爱幼儿媳尊老的画面简直不要太舒适 而乔治小王子的出生成为了一切的转折点 本以为能儿孙绕息的查尔西王子 不料次次被凯特母亲卡洛尔米德尔顿抢夺万年之乐 首次看到孙子抢在自己前面 照料乔治次次都有他 最重要的是与孙子相处的时间远长于自己 以至于产生了孙子更爱外婆 而不是爷爷的结果 作为公共的查尔西王子 因此对儿媳凯特颇有微词 甚至反复通过朋友之嘴 告知英媒自己的不满 就这样 全英都知道 作为爷爷的查尔西 在吃乔治外婆的醋 恭喜不和 也因此成为了很多 辅国民众的调侃词 公公查尔西有意提醒 作为儿媳的凯特也知错就改 适当减少了母亲卡洛尔 到肯辛顿宫的次数 增加了公公与孙子见面的机会 后来有了甜心 洛提 夏洛特公主 一度想拥有女儿的查尔西 在隔代亲中得到了一丝安慰 安想到晚年 儿孙绕席之乐的查尔西 渐渐平息了王楚怒 再后来 金巧家星天迷你版凯特 露一小王子 凯特王妃借助小儿子 重新填补曾经对公公的那份亏欠 从爷孙官方照的数量 就能看出 见巧一家 没少带娃娶 海格洛夫庄园 查尔西私人住宅娃 不少网友得出 小的最得宠的结论 也由此而来 曾经宫习不合的传言 在这么多年间 早已烟消云散 甚至因凯特多年来的 王室担当与责任 让查尔西越发的信任 以重掌袭 也因有对比才有伤害 让查尔西婚言上所说的 我们很幸运拥有她 凯瑟琳 称为铁大石化 前不久 《菲利普亲王葬礼》上 查尔西因丧父之同 屡屡落泪 谁人无法画伤感 凯特温馨安慰公公的一幕 成为了最暖的头版头条 那一刻让人深觉 凯特真的是查尔斯所说的 从未有过的女儿 历经十年 凯特最终将公公的客套化 变成了现实 对外帮助分担王室公务与责任 对内替公公弥合两儿子的关系 时时刻刻 不忘分忧解难 这样的女儿 谁不想要呢 接下来是 凯特嫁给威廉十年了 懒人依旧恩爱如初 他有梅根羡慕不来的人生 菲利普亲王离大家远去了 给英王室带来了很多伤痛 不管怎样 时间的年轮还是继续前进着 4月29号是凯特和威廉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然而在风风雨雨中 已经相伴了十年 依旧恩爱如初 凯特从一位妙龄少女 成为了三个孩子的妈妈 威廉也从一位帅气的年轻小伙子 成为了有担当 稳重的男人 为了庆祝结婚十周年 凯特和威廉也在水道平台上 发布了一些甜蜜的照片 让大家一起见证 他们美好的爱情 凯特经常陪伴丈夫 一起出席活动 来世 夫唱 附随 自从凯特加入王室之后 就备受女王的重视 是按照未来王后的标准 来培养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凯特承担越来越多的王室公务 能力已有了很大的提升 威廉是王储查尔斯的长子 注定她的人生会不平凡的 在凯特和威廉 喜迎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时 另一边的梅根正在待产 梅根是哈里的妻子 她没有嫁入王室之前 哈里与哥哥威廉 和嫂子凯特的关系很融洽 虽然威廉和哈里 贵为英王室的王子 但是生母大安娜 雪英年早逝 导致他们的童年并不幸福 两人是相扶相持 迈过了很多坎坷 曾经威廉和哈里 是兄弟情深 自从梅根嫁入王室之后 她和周里凯特的矛盾很多 导致威廉和哈里的关系 也是每况愈下 后来在梅根的主导下 哈里和妻子 一起推出了英王室去美国生活 梅根脱离王室之后 彻底的放飞了自我 利用爆料王室来赚取利益 多次攻击凯特 而凯特的王室身份 让她无法积极反击 不管梅根怎么攻击凯特 凯特都有她羡慕不来的人生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下面我们来发表一下浅见 英王室是一个老牌王室 很讲究形象的 凯特和威廉是同婚 他们的婚姻得到了王室的祝福 梅根在认识哈里之前 有过一段婚姻 当时啊 王室是不同意哈里娶她的 奈何在哈里的坚持下 还是妥协了 梅根的特殊经历 注定她在英王室 是得不到和凯特的同等重视 英王室有严格的传承制度 威廉是王储查尔斯的长子 注定要接班的 而凯特是威廉的妻子 她会随着威廉的上位 而成为王后的 哈里只是一个普通的王子 想成为王储还是有点不现实的 梅根是一个有心机要强的女人 处处都想出风头 奈何她再怎么谋划 在地位上都是超越不了凯特的 凯特嫁进英王室已经十年了 一直兢兢业业的旅行职责 为自己树立了一副良好的形象 在民众间的口碑很高 有很高的支持率 梅根嫁进王室之后 并不能安顺守紧 一直想着出风头 认为王室的规矩束缚了她的自由 想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 她在享受王室给她带来生活便利的图时 却不想履行职责 天下难有不劳而获的好事啊 如今梅根和哈利已经推出了王室的生活 他们和王室的隔阂越来越深 想重修就好 可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 凯特和梅根注定会有不同的人生 如果梅根继续这样诋毁英王室 那只会让她和王室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最后完全不可能再和解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能结为夫妻 是上辈子的福气 要懂得珍惜 在人生的道路上 能遇到一个相知相伴的人 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人生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路在脚下 如何走就靠你自己了 真心换真心 四两拨千斤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只有付出了真心 才能得到别人的真心 女和熊掌不可兼得 一个人的得到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身在其位谋其正 这是每个人要承担的责任